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如云皆空 独一切苦 沙丽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手相心是一副是你 沙丽子 色珠发空香 不生不灭不苟不惊不曾无间 世故 空中无色 无首相心是一副 无脸而闭上声音 无色声香味出发 无言间 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 亦无明晴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情 无枯击灭到 不知无达 无痞无疑 无痴 无神 无痴 厨 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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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阿弥陀佛 因为我们难得有机会 可以在甘前仁波切的加持之下 我们来聚会 那早上各位听了这一堂课 这是一种实修 叫创洗 因为仁波切年纪大 所以一辈子这种思想修行 已经成为他自然的语言 那当然我认为这是我们劝缺的 所以站在我们汉传佛教 大家努力放生 努力严供 努力办法会 努力找很多人 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碰到问题却超越不了 也就是说我们 还有强烈的我职等等 当然一个人要成佛 一定要证悟 就像常常讲的 听闻感受 听闻以后要去经验 所以才能够了悟 证悟 这个空性的意义在那里 那简单的 反过来说 会烦恼就是没空性 那为什么会烦恼 因为有我之 乃至法治 两种执着 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判断 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 当你起烦恼 那你就错了 不管什么事情 生老病死 被开除了 今天有人拿着枪 抵着你的头 叫你去吃肉了 然后你会起烦恼 那就错了 因为吃肉还小事 你起烦恼又大事了 因为吃肉不是你主动的 所以别人找你麻烦 也不是你主动的 但是你内心就 随时准备起烦恼 就像说 这个墙壁不找我们麻烦 但是你 你不喜欢它这个颜色 或怎么样 那你自己就起烦恼 所以 当然能够有空性 然后才真正叫 发菩提心 当然发菩提心 在 藏传佛教的理论 一开始叫怨菩提心 我愿意成佛 因为我看了地藏经 很好 那你就要去实践 叫行菩提心 那可能按照华严经 很多菩萨界的戒本 六度波罗蜜 最后你才可以达到 证悟的 我们叫圣意的 菩提心 我们 汉传佛教叫明心菩提 就是你已经 有这个明空 早上所提的 这个专业名字的 这种状态的菩提心 那个时候才真正在 行菩萨道 就像 地藏菩萨 视线成菩萨 让他真正的 在行菩萨道 当然这种要求非常好 就是说 既然我们要真正 受菩萨解发 菩提心 那你要找到 最殊胜圆满的 菩提心 但是为了如此 所以你要开始修慈悲心 不过各位今天 听仁波切说 强调了非常多的 几次的 叫慈无量性 那仁波切本身实践的很好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只要他看到我们 他就笑啊 他就不分大大小小 给你问讯啊 给你牵手啊 当然很多信徒来过说 仁波切对我很好 我说没有 他对每个都一样 不是对你这样而已 所以 因为他这个是 无量 因为他既然强调了 他有在做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可能没有在做 所以现在开始 假设就是说 仁波切说 他只要看你一眼 那你就要开始笑 这样了解吗 你要开始培养这样 因为特别我 像我 各位都知道 很多人在机场都认识我 很多出家人 我第一个就一定笑 因为我知道我都不笑 那个叫超普也 那个法师 他就造口业了 但是我发现我旁边的法师 很少笑 与我无关 所以我都会 这一点各位 你要开始修 就像早上讲的 来做 身俗恶重 出家也好 在家婆少也好 在道场里面 我们是要来把 奉献身口意的 给三宝 那首先我们叫 修慈心 那这个慈心 早上有强调了 一切众生 都是真实我们的父母 几乎很少人 也不会很少人 有人看到父母 不打招呼了 对不对 不微笑 不赶快过去的 除非是恨婆婆的媳妇 对不对 所以 那当然是一个 不好的状态 但是如果在我们道场 他书拿多也好 不拿书也好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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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操闹闹也好 你还是要用微笑 爸爸失智症嘛 对不对 失智症 你要对他微笑 他在那边大小便 你要对他微笑 因为你如果不修这个 此无量心呢 用这个对跟错的此 来衡量对方的时候啊 那你内心又 又烦恼了 又痛苦了 所以 当然在这一点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行菩萨道 然后我们要去服务众生 并不是因为我们无聊才来出家 或是因为家里没事 所以我来做义工 那今天在这边说 并不是跟各位说 而是说 我们各自回到我们的道场 我们应该把仁波切的 既然各位来听法了 我认为任何一个世间的老师 讲了一个钟头的话 里面一定有五分钟可以拿来用 这样就好了 那这一点你要抓住 也就是说 就像我很欣赏 仁波切讲 他可以眼睛闭起来一直说 这个就是我师父讲的 叫自信流露 因为这个法在他心里面 对他来讲 他跟法和为一体 他不用看的东西讲 这样 所以 而且他是在禅修的阶段这样讲 因为这是禅修版 因为仁波切的强项可能就是禅修 特别是无量性的观修 这是他的特色 就像我想 每一期的善之士 他在不一样的因缘 会实现不一样的教法 就像达摩祖师 他实现的是不立文字 以心传心 但是 那很多人问 为什么达摩祖师不办老人院 你不能问这个问题 你不能说 我办老人院的时候 我看不起他不办老人院 因为在那个因缘时期 他必须用什么法 因为那时候中国已经 到处都在做善事了 皇帝带头 善业没问题 这些盖寺庙 供养出家人没问题 但是缺乏了一个空性的认识 所以达摩祖师这样 视线 包括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代 他也没有办老人院 但是在那个时代 他必须把所谓的教法 是圣地巴尊到这些教法 留下来 而不是说 他为什么不圆满 那事实上我也认为 佛陀从没有间断地在轮回 在不一样的时间 去视线 这个叫对峙 所以这一次 我特别请各位来 因为我发觉我们大家劝缺这个 这个所谓的一种 慈心悲心菩提心 带入进入圣观空性的 这个修行的师兄 而且我们劝切一个 任波切的微笑亲切 这样去对待别人 那当然 有人跟我说 任波切有其他人没有 你太挑剔了 你学有的就好了 你要找别人问题的话 就太痛苦了 所以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 我们这个团体还算年轻的团体吧 然后 我们有这么多忠心 哪怕在世界各地 那当然各位也看得到 我们故意很努力的 在世界各地一直跑 那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去承担这个责任 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修行 来自各位来佛教帮忙的目的 我们不是在个人的成功 而是希望在佛教里面 能够起一个加分的 而没有负面的作用 但是 所有的问题都在自己身上 因为我们还有烦恼 那为了要消除这个烦恼 那各位 一定要真实地去修 利他的慈心悲心 发现利他的菩提心 然后让他成为我们的呼吸 保持这样的状态 以这个为 前行 然后呢 又能够保持政治正念的思维 这样理解空性 所以 慢慢我们也会达到一个 接近空性的状态 来接近空性的状态 能够真正地去 快乐地去慈悲 而不是有压力地去慈悲 那个都叫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是在正的空性里 我想观音菩萨叫大慈大悲 所以 大悲咒里面刚好告诉我们 你要 大慈大悲 那你要存十种心 叫观音十心 各位都会背了 在大悲咒的前行 大慈悲心 平等心 无畏心 控关心 到最后的第四个 无上菩提心 大慈大悲咒